这个改造人可不得了 手指能变出气球牙刷剪刀 各种工具一应俱全 脚底还会发射火箭 直接一飞冲天 不仅如此 他的脖子可以伸得比长颈鹿还长 双腿更是轻松长高三米八 不过在几天前 大帅还只是个小巡警 这天正逢遇上校车失事 怎么刹车都刹不动 见行人有难 大帅一阵猛男冲刺 抱走孩子轻松护驾 接着往校车抛去勾锁 赶在撞上人之前完美截停 这下如此的英勇壮举 全市人民都向他发起喝彩 就连暗恋的女博士都亲自献我 好了 做梦就做到这里了 赶紧送侄女去上学再跑去上班吧 而且大帅也不是什么巡警 不过是区区的小保安 平时也不务正业 一看到暗恋的女博士 上去就是一阵虚寒问暖 女博士都被虚老了 二话不说就闪人 而女博士平时研究的东西也不简单 她和教授老爸研制出了人造赤脚 只要用脑子一念 就能控制这夹角 看上去很奇葩是吧 更奇葩的来了 趁着女博士外出 一辆货车闯入停车场 派出几台杀人机器就冲进实验室 不仅杀死了教授 还把夹角给抢走 等到大帅赶到现场 女博士都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见自己的女神受委屈 她连忙冲出去追凶 可人家开的可是高科技货车 后尾一喷个滑滑叶 大帅这就把握不住方向盘 整辆车直接翻了 凶手在旁边笑着看戏 结果大帅把广告牌撞倒 直接给货车来了个泰山鸭 看你现场吃瓜还敢站这么近 只见大boss脚炸哥缓缓出场 对方点了只雪茄炸弹 一把丢到了大帅车上 直接将其炸的妈都不认 谁知一颗保龄球被炸飞 硬是从天而降砸中脚炸哥手上 轻声证明抽烟害人害己啊 好在大帅命大 炸的全身44处骨折加脑震荡都没有挂在 而女博士为了报答她的英勇现身 决定和上面合作 给大帅来个全机械身体改造 搬手塑料管补鼠加灯泡弹簧 这道具是不是多到离谱了呀 这是我见过最牛的改造人 闭着眼伸长机械臂 直接给目标来了手套弹术 他的手还能变成喷水管 对着女博士就是一阵猛射 就是这场面看着有点逼逼逼 当然坐驾也得是最拉风的 最先进的人工智能 安全带自动给你系上 要是驾车疲劳了 还会提供一蹦一跳清醒服务 快要撞上人了 车身更是拉到十米高 而作为全市的第一位机械战警 大帅迎来了第一批罪犯 见俩犯人分开逃跑 他启动超级弹簧角 一蹦一跳的就想追人 结果一不小心摔进水泥池 头顶搜的射出勾掌 硬是把这逃犯给逮着 另一个还在跑 结果旷的一声 就摔进了隐身战车里 初次行动就立下大功 大帅可算升职加薪差个把妹 走上人生巅峰 正逢全市举行庆功宴 大帅还赢得了与女博士共舞的机会 谁知大boss脚诈哥也在场 硬是抢走了女博士当女班 而身为吃瓜群众大队长的大帅 更是取下佐尔年在墙上 装成天线来监听两人对话 结果 谁知事后女博士告诉他 自己被拐去脚诈哥的公司上班了 大帅这一听哪里行 赶紧来到对方公司楼下 发射百米长钩索一飞冲天 精准趴到女博士窗外警告对方 而由于脚诈哥偷走了 女博士研究的人造赤脚 大帅敲咪咪的前进公司 找到了严格安保的赤脚 他小心翼 踩着天花板落到赤脚上 可就在他快夺回甲脚时 警报响起 大帅就这样被抓住 结果脚诈哥毁掉了他的高科技芯片 并将这幅机械身躯丢进了垃圾场 好在女博士及时赶报 利用真爱之吻唤醒了大帅 而现在 脚诈哥研制出了新的机械战警 正在城市大肆破坏 他们必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你见过这样的机器人吗 遇到熊孩子 他后背直接掏出狼牙棒火箭筒刺猴 只见他脑袋顶着喷火器 一天不到 就把整座城市烧了个熊熊烈焰 看他抬着那三米八大长腿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霸王龙复活了 而此时 真正的机械战警大帅打到 他猛地飞进大爆车里就想抓人 但对方一拳下去 他抓着后尾箱就来了断前列线刹车 就算甩掉了目标也没事 毕竟大帅也有三米八大长腿 跳个几步下去 就轻松追上 接着大帅的克隆人出场 硬是要和他来个真男人批评 只见对方双手化作机关枪 突突突地就让大帅跳了断屁立舞 两人又爬上桥顶 大帅一个脚踏就要摔下 结果他扯住甲帅 还把人家裤子也扒了下来 随后大帅赶紧钳住对方 将甲帅脖子后的发条给扒了出来 结果人家脑袋落地 这机械身体还会自由奔跑 接着大帅拿起机械脑袋 直接往大海里面丢 而得知女博士被大boss脚炸哥抓住 他又头顶冒出竹蜻蜓 风力大的还把这大叔的假发给吹没了 他猛地起飞 找到了准备拐走女博士的脚炸哥 可对方一发火箭弹 直接将竹蜻蜓给炸没了 接着脚炸哥又开着个直升机 用起落架把大帅勾到了半空 眼见摔下去就要粉身碎毁 大帅赶紧发射钢笔飞弹 成功摧毁直升机控制系统 但颠簸的机身 让女博士落在了大帅身上 两人从高空摔落 就在要一起去见上天时 大帅启动雨伞缓冲 成功让两人着陆 而脚炸哥则落入了高科技战车里 轻轻松松就被抓获 这下大帅真的就是 升职加薪把妹走上人生巅峰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神探家极客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